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上一次去美國那邊去 因為這個飛機5點 所以他來吃了一點 好 沒關係 那我們就從現在開始 你要不要休息一下 喝點水 我現在要喝點水 他現在是2016年當選的臺灣的令華委員 所以在那邊參加外交國防委員會 所以非常重視臺灣的國防外交跟臺灣的環安全 以及在國際上的地位 所以我現在不多花時間 我把時間交給我們臨場走 好不好 謝謝主辦單位 也感謝今天也看到了我的朋友 也來也有新的朋友 很開心 因為這次其實到北美洲來 主要當然是到DC去領廖書中教授紀念獎 很高興說這一次有這個機會得獎 然後在這個行程的前後 也是有安排一些我們鄉親 進行就有搖車說 如果還有來美國來北美洲的時候 希望可以來跟大家交流一下 他就藉由這個機會 因為我就一直記得說這個Torrento進行的 我把它搖車 我就說這樣好 我們看就這個機會 我這次來DC的時候 我就也來了多了很多 其實我來Torrento應該是來很多次了 從這個2007之後 我可能每兩年 兩年 一兩年都都會來表演 最後一次應該是2014 所以說其實來這裡跟這邊的鄉親 然後而且最多人多 這個城市也都算很熟悉 一直到現在 但是動選立委之後 這應該是第一次來Torrento 跟大家來來購買一些意見 那我自己在外交國防委員會 其實當然也非常重視 國際之間的關係 對我來說 成為立委以後 出國的機會 結果跟以前 感覺沒有像 就是 不是像以前常常出國表演 但是也 又常常出國 這個城市有很多回憶 來多人多進展 這次Torrento進展 也才剛跟蘇嘉全院長 他這個國會外交的部分 去外交 去英國 順便 頂頂 法國 頂頂 我又去訪問德國 那其實這就是 我一直認為 台灣現在在這個國際局勢 尤其中國的打壓之下 我們跟 更多的 友好的國家 怎麼樣加深之間的關係 而且應該是要從過去 習慣性的 好可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